不用太多 不用做太多 今年上半年或許躺平平平安安就不錯了 對 鄉村加一輪 這個不是好年冬 那最主要我們今年叫做葵卯年 有人說葵卯年 那葵是水 卯是木 所以水生木 木克土 得得死了 黃地毯 對不對 土就死了 但是這樣順便上個平均地權 想說要死就死個頭好了 有時候 人家剛才要躲去 想說要摘一下 把我帶出來 水生木 所以這紡織坪 今年極簡風說白白 今年女的女孩子 荷葉邊的 蕾絲的 這些衣服會大為流行 所以木的行業還不錯 但是在雙村這個部分 鄉村 因為一年兩個村 帶毛的貴如金 所以有人說 今年會很冷 鄉村就是兩個立村 一般來說 我們的十二生修是以立村為借 那今年第一個立村就是新的議會缺席 就是我們鼓勵的正月十四 正月十四 以後的都熟土了 另外就是在明年2024年的2月4號又是立村 是農曆的 今年農曆的十二月二十五號 所以一年兩個立村 那一年雙立村的話 一般來講 來 一年兩村加一東 十個牛欄九個空 有人說這樣是好的 這是好的 因為牛都出去了 去忙了 所以是空著 都去忙了 對 但是兩個村有一個不好的地方 就是今年可能沒有春天 沒有秋天 因為春天很冷 然後秋天很熱 我根本覺得好幾年這樣了 我都覺得台灣直接跳過秋天了 對 就是天氣有異常 那當然也跟我們的東是有關係 因為我們去年冬季的時候 冬季在月末 打冬 真二月 所以說你冬天本來就打冬到圓月 打冬到圓月 打冬到圓月 這真二月都打冬到地 真的找不到春天 然後秋天又很熱 那這樣的話是不是我們的黃小玉 這些農作物會不好 但是在這邊又講好 所以這個中間其實是因為 在以前中國的湖原廣大 所以北方南方都不大一樣 所以今天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那因為論二月 那十年難得論二月 因為以前黃曆的時候 是以地球為主 我們不曉得是太陽公轉 我們是以為地球在轉 但是那時候的覺得就是說 你如果說十九年七個論 十九年七個論 三年後半也叫論 但是要論二月 十九年才一次 甚至幾百年也沒有 所以今年很重要 就是說一個關鍵年 所以你今年一定要好好過 今年如果過了好 你未來二十年都不用煩惱 你如果今年如果過了壞 真不好意思 你未來二十年會很難過 所以今年大家應該要 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來說地毛經 地毛經 2020年的時候 地毛經議員說人民都暴族 暴族就是突然暴斃嘛 那這個就是什麼 天災 以前來講 二零二零年那時候看到很多人 直接入島就走啦 有沒有 有人說在泰國 說在外國 印度有沒有 躲著就買不起來了 所以這是以前就是什麼瘟疫啦 因為你不曉得它是從哪邊來的 而且以前也沒有所謂病毒的概念 所以不知道說 東洋都會傳染 二零二一年人民流以白 這真的恐怖 只看到這就怕死了 對啊 我現在都懷疑地毛經 沒說好話 連續三年 不過連續三年 我們本來 我跟你報告 本來二零一九年的十二二十三號 武漢封城那個晚上 我第一個想法就是 薩斯來了 頂多三個月到六個月 誰知道會三年 所以地毛經跟你說三年就很厲害 今年六協都不好 六協就是我們這些雞的雞的都不好 代表什麼 積溫 豬油 豬溫 現在歐洲有豬溫 然後那個氣候異常 很多的那些牲畜都都不好 那不好的話物價就會上來 因為我們都吃豬肉 豬牛肉 來 我們來看這個春孤島 二零二三年 今年的春孤島 高低半台起 春夏雨暴多 所以說春天有冰袍 冰袍就是很冷 春天不像春天 夏天又有豪雨 又氣候異常 秋冬缺雨水 真的 所以說我們剛才說沒有春天 沒有秋天 所以今年人民多疾病 六處張煙起 就是說今年真的 我們所有電視機的 我們的虎路兄弟姐妹 我們所有的爸爸媽媽 阿公阿嬤 真的要保重 因為今年真的不是好過 大家要保重 二零二三年是我們的奎卯年 那一旗門那個九宮飛行裡面 他是二錢 也是代表說 國立的二月六號開始攻劃 地雷附 那地雷附呢 他在推到我們所謂的二月二十四號 這個時間點是我們比較擔心 就是說有第三波出現的一個時段 疫情第三波 對 對 對 然後呢 我們疫情比較擔心的說 除了現在的一些特有的一些變異株外 還會再出現另外一種變異株 是新的 會更強嗎 還是更弱 是的 是的 會更強 是 然後呢 在變異株這方面的話 就是說今年會有類似雙株突變 就是有那種雙胞的突變 然後再來 雙胞突變的話就是 就是說它的除了現有的病情的變異株以外 它還會有其他的變異株 讓人想像不到的 是 沒錯 是 然後再來說今年二零二三年 確實是一個 奎卯年是一個不平靜的年 有地震 所謂的地震呢 它在二月三月的時候 還有在五月六月 然後呢 還有一個缺水的問題 缺水在四月六月 還有一個九月份會比較嚴重 那當然它會導致一些缺電 尤其是在六月七月的時候 臺灣就是在奎卯年的時候 就是在天災方面的話 會比較狀況比較多 天災狀況 欸我們看電補金也是 你看喔 人民多疾病 六處障煙起 桑葉枝上空 無湯架 天從無可食 無湯架 欸所以會有飢荒嗎 你看桑葉枝上空 天從無可食 殘腹走茫茫 提攔相對器 走來走去 一切都是空芒 雖得多失眠 費盡人心力 所以呢 可能就是很辛苦的一個年 對不對